哈囉 各位大家好 我今天要來解說Shadowbus的 皇家巫師還有龍竹 在兩天後的改版 比較可能會對生態造成影響的卡片 所以說我不會把所有卡片都講一次 然後我會去選擇 我不要覺得重要的牌 然後把它節錄出來 首先 先來看皇家吧 第一張 先度瑞拉 其實我覺得這張皇家牌的話 其實並不會對生態造成很急劇的變化 為什麼呢 因為它只是一個很優良的隨從 然後放著然後讓對方來解 或者是噁心別人 如果我覺得要搭配先度瑞拉的話 就會去配牌 就是你的牌組裡40張牌有可能配成一一比例 比如說你有20張的中立 或者是20張的皇家牌 然後這樣來搭配 不然就是配個一二比例 比如說15張或25張這樣 然後這張牌應該就是 當個很優質的手下 並不會說什麼牌去為了搭配它的效果 而去特別放 第三張就是遠古英雄拉 他是一個860也是一個超好的體質 這兩張紅卡都是一個爆好的體質 然後這張牌有一個優點就是 它可以直接突進解一隻怪 然後它不怕對方的能力所造成的傷害 等於說它在場上的話 還是可以給對方的頭給壓力 然後對方也只能用進化點啊 去想辦法換掉這隻怪 然後它本身有一個還不錯的血量 幾乎如果你出的話 只耗到兩點血的話 正常的職業來講 無法去丟出一隻 六弓 比較少啦 還是有可能 如果它這樣換也是 沒有說非常的賺 然後現在皇家就是 這兩張紅卡就是同樣的性質 就是血多而已 然後對生態影響來感覺還好 一樣也是皇家的牌 然後特別拿出來講 女忍者大師 俗話說 是個萌妹子 就是一張好卡 他首先他可以潛行 然後他是一個532的手下 然後他入場區會召喚一個 女忍者學徒 然後女忍者學徒也是一個21體質 那你直接把它想成一個5費 體質是 5 3 53的話其實虧一點體質還 還行還行 然後本身兩隻都能有潛行的效果 然後你5費 接著呢 6費可以幹嘛呢 你可以下出你的瑞智的指揮官 讓你全場的士兵從者 加1加1 那這樣就是一個很不錯的手順的搭配 然後即使你不這樣做的話 你買一個女忍者大師在場上的話 也是可以 爽賺對方的5點血 除非他加個盾 中立皇必放的牌 兔爾輕未關 你只要試玩中立皇 這張牌一定放滿 為什麼 他的323體質非常優良 然後他有一個超好的抽牌效果 你入場區可以直接抽取自己場上的 中立卡數等量的卡牌到你手中 你可以丟什麼各種小哥布林啊 然後在場上噁心別人之後 然後對方不想解的話 你還可以再丟一個兔爾輕未關來補足卡片 你就算裸下也不會說太虧 恩 這是中立皇必備的一張牌 所以說如果玩中立皇的牌組 就是會放這張 那我覺得其實皇家的牌 不要偏的都是打後期 新的牌 也沒有很特別的變化性 然後再來就是另外一張了 我覺得還算滿優良的皇家的牌 他可以給予一個自己的中立從者 加2加4 加2加4欸 你可以拿一個三費加2加4欸 你去想嘛 原本有一張魔法牌是三費加2加2 反正就是有一個人在打鐵的那張牌 他可以加2加2 他會變成紫 然後他可以把你的從者轉換成那個皇家護衛指揮官 哇嗚 有時候你可以配一下指揮官之類的 還滿不錯 這張也是一個我覺得還很好的牌 恩 讚 三費加2加4真的是 這個能力其實說真的我覺得有點膨脹 那個武裝強化整個被打臉啊 啪啪 竟然都配中立皇家 你中立從者又不可能說找不到 這個蘿蔔也很開心啊 不是啊你不要去放那個1 2的小兵 你去放那個哥布林 你可以看到一個4 6的蘿蔔 然後有一個指揮官的那個頭像 就感覺很開心 好再來就是進入到巫師了 巫師的話這張叫做澳之國的大魔女 第一次猛一看的時候還以為是一個 恩 武裝系妹子 恩 不是啊 我還以為是一個超越的牌 我是說猛一看的時候 之後發現啊 原來他是土秘書用的牌啊 他的效果是 可以把自己的手牌術 抽至5張 就跟有一張金卡的 土秘書很常放的一張牌蠻像 然後再把自己手中 沒有魔力增幅的效果 的魔法牌全部轉換成1 那這樣的話我就想到了 可以搭配說 反正就是我覺得搭土秘書 或是搭一些沒有魔力增幅的一些 牌都是蠻不錯的 然後雖然說他被解掉的時候 會有一個反效果 就是 你必須要趕在下一回合 丟掉你牌之前 然後趕快把你的牌先給丟掉 我現在看看可以搭什麼 其實可以搭什麼 破滅的禁術啊 然後雙臂召喚術啊 然後煉禁術的姿勢啊 然後煉禁術的姿勢啊 可以轟全場3點啊 算說很像 空旋全場就也蠻智障的 然後可以放那個巨像守護樹啊 就是一個圖蜜樹會放的牌 應該是這樣 可以丟一個冬之女王的慶典 你還可以不觸發這個 羨慕血的效果 真是太聰明了 好啦這樣很像很智障 好 啊對 因為他被變了 很危險 自己丟出來 然後把血人那張變成1號 然後自己再把 自己的大魔女 醬成那個 把他變成雪人 然後不讓他觸發炫目曲 太棒啦 好 再來下一張了 被喚醒的禁忌 我覺得這一張牌的話 就是一個366一個體質超好的 一個 電線桿 嗯 有人說他是電線桿 我就把他 對 超來用 然後我覺得這個電線桿 好處就是適合我這種 爆牌系實況主 有沒有啊 就是適合那種很 很容易爆牌的 牌型 就是你要各種抽牌飯嘛 然後你能觸發到他的效果時 你還可以只掃對方的 全場3點 然後同時還可以撞對方的 連 6點 我覺得這張牌 未來如果我真的有抽到的話 我可能會考慮放到我的超越牌組 來 來試試看 就是一種 如果你抽牌 抽很快的 巫師的話就可以放這張 也是一個很 很微妙的牌 再來是下一張牌 下一張牌的話是 按摩 法師 教師 海萊恩 這張牌本身 656就是一個非常好的體質了 再來就是他的入場曲這個效果 可以讓他的未滿5次的卡片 都變成 轉換成5次 所以說 他可以很好的搭配那個 5費的抽卡 剛好可以瞬間 再抽卡 然後或者是 我覺得這反而可以搭配 生物法 比如說可以放一個大眼仔啊 然後直接 直接一個丟這張 然後可以再拉一個大眼仔出現 你可以變相的是一種 另外一種的陶樂石 另外一種的 那 本身覺得如果對 如果把他配超越的話 很像不太好用 因為 超越 很容易就是會 落到超過5次以上 當然你有可能是臉黑的時候 你很後手拿到超越18號的時候 然後丟出這張 你就覺得 哇靠這一次幫我落5次 很像蠻不錯 就這種情況會比較不錯 然後他本身是一個很容易 就是可以撐到後期的牌 因為 656 好體質 然後又有個守護 恩 就是這樣了 再來就是 下一張 巨像突擊 增加一張守護者練的書 到你卡牌中 然後再來是 暴人強化可以再放兩張 到你的卡牌中 再增加兩張 等於說可以放三張 我覺得這張牌也是一個 吐祕術 未來會 會塞的一張牌 他本身還可以 讓你守牌中的所有的守護者練成術 消費-1 然後還記得嗎 我雖然說他的出場率蠻低的 就是 巫師有一張 是一張5費的金卡 525 525 525 他可以 觸發土之音之後 可以 把三張的守護者 練成術放在手牌中 然後耗費-1之後 你可以再想辦法去搭配七費的那個 裝備召喚術 對 然後再讓你的全場的 守護者巨像 再加一加一 就是一個 如果你是玩土秘術 守護者流的話就會放這張 但基本上這種 這種玩法就是很怕那種清全場的 比如說啟事物啊 或者是審判之類的 遇到主教你就會想 算了 可以投降啊 好啦 巫師差不多就是這樣了 再來就是下一個職業就是 龍族了 出第一張牌 天 充 龍 生 大家都說側張牌 OP的要死 個人看下來的話 他必須要 賭你右手啊 你下這張之後 被對方解掉之後 你下一回合直接丟個創世龍 然後直接讓你翻倍攻擊力 14點 然後你還可以加上金塊再補個2點 16點絕殺 還是 還是蠻猛的啊 狂 下法魯特 法魯特的話也可以打個10點 然後我不知道 重新 被殺死再召喚 會不會 會不會再成倍 那如果會的話 你可以下 法魯特之後 就是以前的旧combo 就是再加一個 沃爾德 把他做掉 把法魯特做掉 那法魯特 出來是五一馬 然後 然後成倍之後變成12 然後撞點之後 烏爾德撞掉 做掉之後再丟出來 20 20點 收掉 這真的是 我真的覺得以後 真的以後遇到龍族 真的要把斬殺的血量想到是 4點以下 就是你都有危險 真的是 有點誇張啊 臉龍猖獗 然後再下一張 龍族的 甲巴沃克 那 他入場取實就是破壞自己全部的從者 每破壞一個從者 就會召喚一個 比自己 就是比破壞那個從者還 欸 消耗比該從者高 對 比你殺死那個從者還要高的 從你排隊裡照出來 那 這張牌的搭配一樣就是 看你的右手給不給力了 看你的臉給不給力了 嗯 你只要 把你的創刺龍擺滿 然後把你的法路特擺滿 然後把各種集池擺滿 然後你前面就放各種小屁怪 然後 在8號時下賈巴沃克 然後就賭下說 你可以把 可以直接炸掉你的小屁怪之後 直接叫出各種創刺龍 那你就可以直接一回收掉對方 是一個很看點的一張牌啊 我個人覺得稍微有點 運氣運氣的牌 現在的生態有可能會讓你撲不出來怪 所以說他頂多可能只能炸到一兩隻 我真的覺得 真心覺得他應該只能炸到一隻 打龍 還不解光你全場嗎 這太可怕了 如果是入場取即時的就沒效果 比如說如果你是打 造到巨聯龍即時的 賈巴沃克 一個樂趣牌啊 目前覺得他沒有特別的強 我覺得 轉彈龍 對有點像轉彈龍 你更會轉就是各種即時撞到你 然後 有時候 這張牌也不可能就是 充滿驚喜的一張牌 原本要輸了 然後一個 一個硬彩 那前提就是你的手牌要放各種 你的牌庫裡面要放各種的各種的即時 再來就是 刺激猛龍 這一張牌的話 就是一個 另外一種的 消反酸 就種在那 然後 然後等著說 你不解嗎 你不解嗎 那我就要爆開囉 砰 然後水就噴出來 然後就炸對方的臉死點 就是 也是一樣是即時龍會放的 可能會考慮放了一張牌 如果對方不解 那就是 就是可以拼一個進化 然後直接撞對方的死點 然後接著 後面就是等著說 拿到各種即時 繼續撞他臉 嗯 但是我個人覺得 別人看到他 就會很想要無損 就把他解掉了 這是非常有可能的 然後如果你直接把他 丟出來進化 是非常沒屁用的東西 所以你必須要確保你的場面是 OK的 就是他的場面是 攻擊力不會超過5點的 不然你直接丟出來 就是被對方爽解 爽解一波 奇妙的牌 但是 說不定 會有猛 就看大家怎麼玩囉 然後撐過那一回合 就很像隔壁棚的什麼 末日吉啊 乃琳 對那就是 只能丟出來了 當個消防酸 就是這樣 消防酸的概念 然後再來就是 下一張牌的話 就是無謀之戰 這張牌也是一個 中立龍 然後 專門 玩 雞池的 中立龍的牌 然後我突然想到 有一張牌 跟這張牌很搭 放那個 鴨子 漢煞 放漢煞的話 就是 對方下多少攻擊力的水頭 你就可以撞他多少 多少點的臉 多少 如果對方很開心的直接下一個 巴哈姆特 你就丟個漢煞 然後直接撞他臉 13點 結束 他是一個護符 然後我想想看喔 還能搭什麼 這個人就是要搭 盡量搭一些高攻擊力的 中立從者 如果是空天使拉出來的人 如果搭伊斯拉菲爾也不錯 就是 你可以直接即時的 然後撞臉的話 還可以加上 伊斯拉菲爾本身的攻擊石 會打全場2點 這樣就是10點的傷害 那如果有空天使 然後再來的話 Judder可以配 漢煞 然後搭配玉英咒者 喔 漢煞加玉英咒者 超猛耶 對方打多少 比如說對方下一個5點的攻擊力的怪 然後你就丟漢煞 然後變成5點攻擊力 然後丟玉英咒者 但是這當然是要下 這張牌之後的下一回合 你可以玉英咒者 把漢煞 變成打2次 然後就打10點 你本身玉英咒者 還可以打個4點 這樣就可以 就給14點絕殺 然後你的絕殺 能力就取決於 對方下多少 多強的怪 沙哈利爾 如果用沙哈利爾去拉 拉巴哈姆特 不行不行 他用死用的 死用的話應該是不行 那是中壘 那是中壘吧 然後再把另外一張 另外一張的伊斯拉菲爾 變成0費 然後再把創世龍變0費 然後再把創世龍變0費 這個送牌也變得 打得太好了吧 然後直接一個射臉 開心 接下來應該就沒有什麼低費高工了吧 差不多很強就這樣了 今天可能 就 介紹到這裡了 然後有些卡牌部分有可能 講解也不是太好 如果喜歡我影片的話 請點個喜歡 喜歡我的話請點個訂閱 隨時公開影片 隨時跟蹤動態 然後在我的粉絲專頁 也可以去點個讚 然後在我的Youtube頻道裡面 有前幾天的實況內容 然後最近我都有在做 新手必看的所有卡牌系列 有興趣的玩家可以去觀看喔 然後再來我這幾天 就是會把新卡解說 特別會挑出幾張新卡 來做一個簡單的解說 今天同一時間晚上9點 來每日結任務 結完任務之後 要來講解 士林吸血鬼 主教 的 核心卡牌囉 那就這樣囉 See you